小剑剑终于要回归大荧幕了 加拿大男星瑞安·雷诺兹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一张 他和明星私教的最新合影 原来雷诺兹已经开始为电影 死士三座健身准备了 看来离该片开机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漫威电影死士系列 可以说是雷诺兹的翻身制作 2016年上映的死士第一部 制作成本 仅5800万美元 结果全球票房高达7.82亿美元 让这个全新的超级英雄角色 一炮而红 两年之后 小剑剑卷土重来 2018年上映的死士二 成本追加到1.1亿美元 最终全球票房也高达7.85亿美元 并一度保持二级电影最高票房记录 直到被DC电影小丑所取代 而且这两部死士系列电影口碑 也相当不错 第一部 烂番茄新鲜度85% 爆米花指数高达90% 第二部 烂番茄新鲜度84% 爆米花指数高达85% 可惜这部叫好又叫做的漫威系列电影 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开发续集 原因是迪士尼收购了福克斯 让这部二级卖作电影的开发陷入停滞 因为迪士尼旗下的漫威电影 还没有一部是二级的 不过现在迪士尼终于想通了 不仅在迪士尼流媒体上 上线了几部二级影视作品 而且还为死士三开启了绿灯 说实话 再不赶紧拍续集 小剑剑就老了 不过今年45岁的雷诺兹身价 已经今非昔比 成功击身每部电影片酬 2000万美元起的一线巨星之列 有消息说 死士三如果顺利的话 将于明年上演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记得点赞加关注